Lets Unbox! 我是豆豐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就是 Sodokunoniku Kamen Rider VICE SIDE BRUSHER 继续Auto Budge 之后 VICE的装动系列 有出大型电单车 今次到Kaiser 哇!这部很贵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600多,差不多$700 当然这部未算最贵 未来还有一部更贵 先玩这个 黑白盒都知道 这些贵价 云限的装动模型 上次Auto Budge 整部都打散了 才能够变形 不知道今次Kaiser 这部电单车又如何 给我一些时间 继续再玩 搞定 又不是太难继续 贴纸 贴纸方面 也只有这么多 很少贴纸 夹上半个小时左右 就搞定了 比我想象中容易搞定 我打算用半天时间去做 怎料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OK的,真心容易搞定 给大家看一看 前面 側面 和车尾后面 这些SmartBrain 全都印好 这些都是上银色 主要是贴车头灯 灯制的东西 这些Local編号 全部都印好 是贴纸 红色 绿色 点黄点绿 整一下灯制 大部分都有上色 是OK的 不错的 车体就是这样的 电单车内拢 简单 简单 一柄交过 没什么特别的 很细节性的 机械 引停这些都是一柄交过 大约的 西多Busher 就是这样 Kaiser 坐上去 目测的比例 没什么大问题 总之你会看上去 搞错 车这么小 这么奇怪 比例没什么奇怪 当然 大家很紧张 这部车的重点 就是变成巨大机械人 但是在巨大机械人之前 还有一些部分 可以供给大家 扩充Kaiser的本体 让我们介绍 好了 上次Kaiser 亦有把剑 但问题是 他的剑全部是贴纸 今次 剑柄要贴纸 但是剑身 全部都帮你 油晒颜色 银和金属黄 全部都上色 有把完整版的剑 另外有一个 只是枪模式 没有了剑印 只有柄的枪模式 成柄都贴纸 之后有一个 打电话 开了电话的 是不是叫Kaiser Phone 这个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电话 另外也有一部 接接了的电话 有些零零碎碎的散件 给你 好了 重点内料 就是Kaiser Gear 上次FICE都有的 这个我觉得很棒 Gibson 乘式Kaiser Gear 连一把剑 就可以乘劫拿出街 强调多次 这个盒 里面的Gear 全部拔不出来 有形状在里面 然后靠贴纸 贴纸 做样子 最棒的是 这些指示 也有贴纸 贴纸 有些使用说明 这个Gear 相信 如果有看FICE的老友 都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部分 好了 这些前赛 说到差不多了 哎呀 重点内料 电单车变形 OK 看看说明书 首先 当然 你一定要 和旁边的座位 要两车分离 接着 这个 车盖 都要拔开 OK 这个拔开了 首先 这个东西 就收回它 之后 要拔开它 好 接着 这个拔下来 接着 这个就是脚 还有鞋 OK 另外 这边 就做同样 相同的东西 之后 它就要拔回 这一绿东西 出来 转到车底 这边 也是要这样的 两边 小脚 就备用 搞定了 接着 这个车盖 先拔开 这个 车尾 拔开 之后 要加外件 这边 有两个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再拔开 之后 拔开 那东西 就要拔开 这个洞 那里 大概是这样 好 好 最后 就是车的车底 接着 这两边 可以拉出来 之后 车底 有个机关 有两个机关 有个小洞 拔开 之后 那些 火箭炮 全部都拔开 之后 这边 也有一些小爪 要这样刮出来 底部也有 之后 很简单 把所有东西 全部组合 在一起 那些组合 其实都相当简单 都不用看 都知道 位置放在哪 OK 这个 西多巴茶的 机械人模式 搞定 OK Sorry 还要把炮弹 可以 撑开 这样才 巴巴闭 就兇死了 前面 就是这样 側面 还有 后面 相当之巨型 而且 这个造型 我想说很久 我觉得这个造型 有些参考 这个Robot Cup EB-609 当时一看这件 我会觉得 这么做Robot Cup 应该是参考了 很明显地参考 上次 FICE的 AutoBudgy 是这样的 所以拍了就是 这架是极的巨型 大架 相信各位都很满意 这个Size 座位空 不好意思 按一下Kaiser 再放上去 草加雅人 哇 也要坐上去 更超級 好 好有趣 老实 就在电视版出场 的次数 不是十分之多 兩次起三次 因為他一出場 師肢大放體 哪有這麼多經費 所以出場不是太多 不過他那招必殺技 我很深印象 尤其是在劇場版裏面 《塞落天堂》裏面對何潤東那場 我很深印象 在炮門全開 今次也有些飛彈送給大家 還有一些效果給他 飛彈六連環 很棒 神經病 雖然他很簡單 他給你一支透明棍 但是你這樣拍下去 很有動感 大駕 炮門全開 沒用 被何潤東拆散機 這個對決的畫面 是很深印象很棒的 糟了 現在這樣拿著玩 也有些感動 如果各位有買到這個裝動的Kaiser 和SIGA和車 記得這樣拍一起玩 很有畫面 感覺 那車的可動 手可以動 可以左右擴張 腳 它本身有一個可動可以拉 但是 左頂右頂 其實腳的可動 都沒有可動 去到這樣就頂固了 手這麼大塊 另外大腿也可以向上踢 腳趾也可以動 這個鉗也可以上下動 可動方面都算OK 不過這輛車也很少和人打格鬥戰 都是遠距離屈飛彈 那些東西 老實說 這輛車真的有點肉赤 吃飯 你這樣玩到六七夠水 真的很肉赤 但是我都開了幾套 FICE的裝動 都是那一句 沒辦法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FICE這部電影 角色 或者劇情 造型 我都很喜歡 剛開始我都說過 這一架還未算最貴 接下來 Delta那一部 那一部更貴 神經病 我也有訂購 買到Auto Budge 加上這一架也不差 再買那一部 也有訂購 之後再跟大家玩 那一部應該比較容易弄 那一部不用變形 但是它有一個 真的傳彈化 這個只有六飛 那一部真的開了炮門 出來一堆 那些效果也挺開心 之後收到再跟大家玩 總括來說 雖然貴一些 但是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起碼我現在玩下去 都沒有說 神經病 搞錯 收這麼貴 吃屎做這些東西給我 都沒有的 我覺得又二組 變形也是簡單 出來的效果也是非常巨型 還有這個SYGA 放在一起 我想會長期放在桌面 這樣很漂亮 這個情景也非常滿意 所以就 算了 不是經常 貴一點就貴一點 沒辦法 好了 今集暫時先玩到這裡 喜歡的影片記得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觀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